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张双喜桌腰 表演者郭德高 来来来来 过来个人帮忙弄一下 来来来 听见了 别骂街 来来来 过来人们弄一下 把这都挪在那边上来 挪在那边上 落着个天 特了不起啊 李克刚比我都火了 别支持他了 他现在打人上瘾 弄完了吗走 下来 这个 得跟大伙说点事 今上个您可能得多坐会儿 因为这个 这活太大了 你说今儿说不完吧 对不起大伙 他走了 别别了 该走得走 不是说买了票就等于分房了 该走这个 我也得回去 这可能得孙三会说 这个 他们后头都准备好了 夜场的人也是三个人 待会儿飙国他会大伙扭那个 好 牢牢车马为黎安临市方之一死难 三百年来山国部八千里外屌民残 秋风宝剑孤沉泪落日旌旗大将谈 海外屌民残 海外沉存 游温习全军莫作 当容显堪 卖完了 明儿来吧 不能一事给太多 再来一遍呢 说明刚才说错了 观众跟迪寒太好了 再来一遍 演员高兴啊 再来一遍 说对了为止 楼上楼下来了这么些人 我还挺欣慰的 为什么呢 你说单口相声 一个人跟这儿说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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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的 连着好几千大伙都来 无以为报 这个于谦老师也拍完戏了 一半天就回来了 今天弄孩子出去玩去了 在家不兴山出门打云冠 上龙庆霞看水去 出门不就是嘛 开了一天 开到那儿 天也黑了 现在正在回来的路上 我这不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个书啊 越说越热闹 昨天各路妖魔鬼怪大会堆 有几位听着 嗷嗷嗷嗷直叫声 我吓得够潮的 要再说点别的吧 有人偷拍了 他现在正上瘾 你知道吗 我都快救不了他了 今天彪子 我们演出部的接一短信我乐了 有一位说 以为标的是武林高手要约时间会 这都哪个事儿去 这都是啊 这些日子也是风口浪尖 他伙这么支持 这么鼓励 无以为报 好好说相声吧 很正常 好多人还劝我说你别别扭 我说我别扭什么呀 我也习惯了 这个事儿过两天停了 还会有别的事儿 因为你处在这个位置上 就必须要承担这些个负面的东西 有人说了 原来张三挺捧我 但李四骂我 现在可能李四骂我 张三朋友 朋友来来去去 又来女爪了 什么东西 哦 是 鸭子 捣乱 捣乱今儿说不完 得说得天亮ened 瞧瞧 瞧瞧并得无法并得 这两天全国的记者朋友们挺不高兴 认为我跟台上汝鲁人家 因为我那天说 我那天站着台上说 说有的记者是 我今天我道歉吧 有的记者不是纪律 我很诚客的 不是 其实大伙也都知道 我是有所指 我说的是偷拍的那俩伙 那也不是记者 假记者都谈不到狗仔 俩下翻烂的事 我骂的是他们 但关键是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这里边有俩坏人 谋下三岸网站的 低级庸俗 媚俗 散俗的记者 为整天下不乱 在美日文娱去偷拍之前半个月 这俩人就在网上 写了好些了 不该写的话 第一家挑起来的 也是他们挑起来的 包括到那天发布会之后 这俩人联络现场的记者也好 满出问 咱们成立一个反国的刚才蒙吧 咱们一块吧 有你有你 你想啊 同志大伙人都是同行 谁好意思拒绝 有我 一块帮着 咱实话是说 不代表他那个单位 就这几个人 都是闹着玩 这个也很正常 张文社有句话说的好 一辈子没俩仇人 你这么就活着不顺当 很正常 如果他去吧 我也不太往心里去 而且我挺高兴的 就是他只能在网上骂我 到今天就没有一个人 赶紧点对脸的 骂我一句 你来回事 他看了 还有人说 我都当毒赔 流氓 黑社会 我黑社会的都让你们欺负成这样的 对吧 他们那是对政府都不买卧 是这么认为 跟人捣乱了 谁这乱呢 这耳朵得分四回说 听骂衔接 这个闲话少说 出归正传 去你的 说两句闲板 你不能一上来就都这么说 当然了 我说广说这个 我也没有后边的正文 我就精派清吼 就等于是 哪儿就好啊 这条子我们 条子我们打架 其实我跟谁都没有意见 你包括这个 海派身口 对不起我说说我的嘴是有毛病啊 我还是用上海话给你们讲吧 好吧 好点 别打别打别打 听话 一会儿不下雨你们走不了了 这个 这个 谁说不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说的什么 没听见一个说什么 分房啊 哈哈哈哈 吃饭去分房不好说 行 好吧 大伙儿这么捧无以为报 我能好好说下 我也没有说 我发出了心态 我也没有忘记 我就是说下 不管网上你们怎么说 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 也很正常的事情 由他去 一任谐言语 我是任凭风浪起 滚坐钓鱼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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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我搅和了 哈哈哈哈 我都开始说输了 你们搅和我啊 不行 这这时间真不够了 时间不够了 那这表都停了 哦不是 嗯 好多人跟我聊过来 说你这木头 跟台上摔啊 有什么的要求呢 我是不是瞎摔 啊 有要摇的 啊 头拍 包括定场诗啊 最后一句的时候 就是这木头摔在画里边摔在画外边 就能看出这演员是哪来的 啊 他听戴照归来日 朕与将军 结战袍 这仨字哥的后边 这是婚礼 他听戴照归来日 朕与将军 结战袍 东北 这是婚礼 现在说书没这么多讲究 过去讲究大 而且过去 你必须有师承关系 跟这说书 人家外边来人了 啊 这手绢给你抖了开了 把东西都给你盖上了 你就不能再干了 同行同业的盘盗 你另有一套词 你不会说 你就干不了这行 啊 双足插地 头顶天 乌云遮盖 也枉然 左手抄起良天尺 右手推出 一泰山 你就能接着说 而且一般来说到这会儿 都不用说了 谁盖的我这个 谁过来踢过来 谁让你找事儿 今天的损失很爆 每行每业都有自己的规矩和要求 那么昨天咱们讲到哪儿呢 张双喜儿的这个家啊 也着实着让人不省心 啊 家里边见天闹妖酒 各路的妖魔歇碎 各种死法都在他们家博览会 啊 尤其这个头天晚上闹完了吊死鬼了 吊死鬼一股黑烟给他吹起来 有打这个梁上 吊在地上 再睁眼天亮 哥哥回来把他叫起来 说你嫂子 嫂子在屋呢 家里的在屋吗 这一说话 链一条 嫂子出来了 我在屋呢 哦行嘞咱们吃什么 话音刚落链又起来了 又出来一嫂子 咱们吃面 昨天说到这儿 虽然说 这是白天 可也够顺人的 家里站着俩人一模一样 挺好挺好挺好 他是怎么负责音响的 我说着他配音啊 那么说 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呢 嗯 别着急 您各位 压下点音咧 咱们慢慢的解释 反正当时这个屋子里 这几人全傻了 这儿站着俩嫂子一模一样 这儿是 哥俩双清 双清 你瞧我我瞧你 双清说了 兄弟 这怎么回事 双清说 我这脑子现在还疼呢 昨天打了两张调子去呗 您要问我 我说不清楚 不是 兄弟 这怎么 俩嫂子 双清说 那 给您倒许呗 别人取一个您取俩 您就买一个送去啊 啊 那不像话呀 二位 您两位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这话都多于问 俩人都得说 啊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他是假的 我是真的 哎 说错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俩人都不承认自己是假的 好在这会儿啊 打白天 还不至于这么害怕 张双清瞧着张双清 双清瞧着哥哥 哥 别着急 咱们呐 该吃饭吃饭 好吗 待会儿咱们想办法慢慢的分辨 看看谁真谁假 好吧 兄弟你去买面去吧 啊 祝咱们扎酱 加柳黄 扎酱面 去吧 哎 家里边儿 张双清跟俩媳妇儿聊天 张双清 出来了啊 上这个 面铺啊 买了一个面条去 给了钱 拿个东西往家走 用大对面 来一个和尚 啊 大和尚 个儿也挺高 脑门的正量 啊 每天踢 横着踢 竖着踢 枪着踢 反应踢 踢完拿沙指还打吗 倒在赠光完 弥陀佛 啊 这双弑走于地点 双弑心有事 啊 就想闹回去走 没想到 合着又抖着日子来 弥陀佛 你有事说你干嘛呀 知道你没头发 啊 张双喜 啊 认识我 哎呀 我怎么不认识你呀 嗯 小时候你们家不是西市门外高粱桥那住吗 啊 有一回你跟那个 泥谷打架 不就是我跟你说的吗 交给你管人家叫大公的吗 你管人家叫和尚媳妇 你还记得吗 哎呦 对对对 呦 呼啊 哦 一会儿你掉下来往上里 往里边坐 一会儿一会儿标子出来够你受的啊 啊 你还记得 不记得 哦 双弑都想起来 为什么呢 印象太深了 啊 得了各位瞧我了 他不出声了 他不出声了 他改了啊 他改了 他有记者证 哦 想起来呢 小的时候 张双喜这个金生战士来一尼公 他不认识 管人家呢 叫和尚 啊 后来喊和尚媳妇 一想 哎呦 脑子有这个印象 呦 大师父您挺好的 你看 长大了 会说话了 知道喊一声大师父 你这是干嘛去了 我 买面去了 啊 哦 家里吃面啊 我哥跟我嫂子们要吃面 和尚点点头 啊 跟你嫂子们就有事啊 哎 和尚 你怎么不纳闷啊 和尚乐了 你纳闷不纳闷啊 我挺纳闷的 嗯 我来就是找你来的 啊 你家里这俩嫂子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 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哎呦 哎呦 我的老佛爷啊 可有人帮我了啊 我怎么称呼您呢 哎呀 咱们这个也不是得道的大法师 是不是 我有个外号 您叫 小老道 你们这孩儿真奇怪 嗯 前者我们遇见神仙叫王多百仙 啊 您这小老道 对吧 我还喊大师父多了 别去喊得跟徒子似的啊 嗯 好吧好吧好吧 我喊老大行吗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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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那说一下退社会人 行 走走走走 跟我家走吧 跟我家走吧 哎 说着话拐弯磨脚 到了家了 这儿一推门 往屋里走 哦,双心点点头,真挺和谐的,大哥跟当店坐着,里边站一媳妇,这个都别闹啊,待会咱们吃面,吃完面咱们再说这事,是不是,处理的好呢,咱们就看看谁真谁假,要实在处理不好呢,我也就认了,咱们仨人好好过日,一夫一妻嘛,是吧, 一个夫人一个气氛,咱们好好过日,有一大姑一大,跟这儿胡说八道,又打外面,站双心,带个和尚进来的,往门口一站,这俩嫂子都不脸转过来,一句话都不说,双心说,这怎么回事,哪儿请来的,哥,我给您介绍一下, 那谁,您快过来,我哥哥,张双庆,这个和尚叫小老道,别跟着开玩笑,他愿意,他愿意,他就叫这儿了, 哦,是,我兄弟,年轻,师父,您别怪他,哦,没事,没事,我这个人跟其他的和尚不一样,放荡不济,怎么开玩笑都没事,你管我叫老道啊,你管我叫什么,你随便叫, 随便叫,您不生气,不生气,你有证吗,假的吧那证,咱别玩笑,我今天来为你一心二人,我为的是他,拿手一指,这俩嫂子,这俩人的脸上都一惊,怎么呢,不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和尚看,两位,要是据我观察,你二人,一针一甲,双庆说要我们连回去了,这玩意,谁看不出来啊,我们都知道,是是是是,你们知道一针一甲,但你知道哪个针哪个甲吗, 双庆点点头,这一句话,就说到过后上,对啊,咱们光知道有真有假,谁真谁假,知道,您给说说,我呀,知道 您不是看我买面条了,给我回来了吗,你孩子开玩笑啊,以后好心事都得用着我们知道吗,来吧,咱们都上院里来吧,我这人干活快三下两下,就让你拧板,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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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出来, 站在了院子里边,可是说,姐,咱们这样,我判断一下,我要说真,真的就留下,我要说假,假的,赶紧走,你们俩同意吗,俩嫂逗点头,那同意同意同意,行了,大和尚一身手有大和怀里边, 掏出来,掏出来一块白筹子,在手里边钻着没有多大,就这么一扬手,啪啦,好像得有个实战场,你扔,啵一下,这头,就搭着这房间上去了,那头,搭着门楼子上去了,那那个挺好了,这头在这儿,这头在这儿,在空中悬浮着, 也没钉子,也没拴上,没绑上了,就跟这儿,特别的平,啊,几十多大门,合上干嘛去,啊,不明白,拿手一指,两位,你二人,谁能在上边,从那儿走过来的,就是真的,不能走,就是假的,这俩有一个眼泪下来了,我走, 走不了,合上一指,出去,你是假的,假的,我,走走走,活出去,活出去,伤心,伤心,伤心,说这都不歪的,这哪走得了啊,可像合上指几个眼儿,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开开门出去了,又把约门关上,这儿还站着一个,满脸笑容美的字儿的, 这我行,这,这我行,可是说你 hic想好啦,你别逞了,这儿行,这儿都行,你趁时能跟这儿走吗,没问题,你来我瞧瞧,好,您瞧这个,就瞧,这儿嫂子,垫不定要一转身, 平地就窜起来了 直接的就站在门楼子上了 和尚点点头 来来来往这来来 这就是真听话 四六步走得实在的风流 呵往这边走 太神奇了 一块白球子踩着竟然了不起来 越走越近 和尚乐乐 好好好太好来 你还能往前来 走到跟前大和尚一伸手 由大袍袖里拿出一东西 我去 可他扔起来 火光一到 整些这位闹门上 由大尚们日叭摔摔着地下 紧跟着和尚掏出一小布袋来 就把这位装在里头 张双姓座还已经等会儿 瞧的什么呀 也没什么 一只小狐狸 我跟你说 人呐不能承门 腰就能让我歇下来了 是不是 噢 这个大尸子 不能什么都往那带啊 纳闷说这个狐狸 怎么叫狐狸啊 狐狸能成金过去说 狐黄白柳 我会有五大家说五样有灵性的东西 这是一狐狸 那么说这个狐狸 在这故事里出现过吗 出现过 第一次出现呢 我们没提 所有你们不知道 要是电视剧这好表象 就是张家哥俩第二次去砸那石头王子的时候 俩人跟着你一下子我一下子啊 这狐狸就在后边瞧着 单瞧大只 又是 晚餐不会说吧 你狐狸有狐狸的话是吧 又是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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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俩不来待 我来哪个都行 想得挺好 打这起就很关注 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王子打完个人还记着 河边跳水 河里面水鬼跟岸上的狐狸 有个狐狸抱肩膀俩撩片那样 就这狐狸 后来还有一次出现了半张脸 就是张双石看刀 刀上这有一美人头一抬头 认为是在上一头 其实就是这只狐狸 但没想到后边进行吊石管 把他搅和了 可能人家也是行有行归 我别吓我 吓你吓你 他把我雷头一抬头 所以就一直在身上 就是这只狐狸 但是一抢双石掉下来了 他觉得这是个机会 在藏子里间窝 一直等到张双青龟这一喊 他跟这出来 后会又一遍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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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今天这一下子就被歇下来了 哎呀 太神奇 大师父 您用的什么法宝 神仙嘛 不管是翻天音乐 还什么东西 什么法宝 合砖 就是板砖 我说您这个开过光吧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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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您这么大一法师您带一板砖 这防身 防身 有什么可防身 你怕偷拍呢 我算做了病了 那得嘞 那又快了又想起来 那刚才您开门轰走了 那是你嫂子 那是你嫂子 哦 您知道废话 大活人能跟着上不走吗 对对 凡事反常 敌为药啊 所以说 我让他先出去 我怕 要不就伤 depending 而且两人穿上 哪个乳买买买买 够巧 你们赶紧瞧瞧 把我去调活 您哪都是人话呀 不是以后你们哥俩好好过日子 就像话 大师傅您别开玩笑 我嫂子呢 你嫂子回娘家 妈 那个赶紧去 你们哥俩都得去 都得去 去呢双十可能就留在那儿 甚至带点钱 有用 有什么用啊 赶紧去 好玩事 快去快去快去 你跟我说实话 我没实话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不是大师傅 我去了肯定有事 肯定有事 什么事 发生完我再告诉你 好吗 说的话一开门大师傅 扬长门去 哥俩说那咱走吧 过个车 奔俯城门 到老赵明家 一进门就愣了 媳妇是在这儿啊 跟这儿站着 念沉似水的 可以看这院里边啊 大箱子小箱子 大包子小包子 可是弄了不少了 老涛老太太跟这儿挣托牙花子 你这事闹的 这儿要走了 你上香来了 你说这怎么弄啊 这儿说闲话 闺女说我 我没法去家里边 闹妖精 我这不是说 闺女就瞧去 老太太说你别来了 你来我晚上睡不了觉 那天好 给我蹬到炕里去了 没摔坏了 这么说着 扎上去了 扎上去了 哥俩都来了 这叫岳母 我那叫庆粮的 哦好好 哼 你还这是 那还上屋坐着吧 别跟这儿待着了 又本客气了 吩咐人来 这俩人倒两碗 什么醋呗 咱们家没别的啊 说说吧 这个你们干嘛 我试试 刚才家里有点小误会 我这不那个 接他回家吗 您这事干嘛 搬家 不是不是搬家 说回趟孙兴 原集孙兮省 姓高县 错了 非常孙兮 不您这住好好的 这么些年没回去了 是 一个是人老了 也想家 还有远房亲戚 还都跟孙兮那待着 我们回去瞧瞧他们 再一个 最近家里也乱了 竟举报我们 说我们亲战律地 哪有 是吧 咱们家都好人 所以我先夺夺吧 君子不予无赖争 是不是 你来的整合事 你来的呢 带着老公就回家 不过还有一个事 挺为难 为什么难呢 我们都能走 可是都相防抬 住着于王大胆呢 这也没听明白 王大胆 有家呀 怎么上咱这儿来了 这两天的事 怎么回事呢 咱们前文书讲过 王大胆啊 父尊挑食买水 早晨起着去走 起着猛点了 跑到河边又去了 走着走着 那个草活 而且来说呢 也不是谁这孩子 跟那玩啊 跟那紧手来的 还没留神 一脚踩着 光机弄一身 站起了一桥 一身轻屎 得我这算轻屎明交了 下河洗一下吧 就站着河边聊水洗 洗完了之后 就觉得浑身冰凉 寒澈了骨 哎呦 这可怎么办 浑身没劲 不干活没法吃饭 最后找到老太太 跟这醋奶奶说 我这个实在没办法 这两天浑身冷 又没钱瞧病 我这求您来商口饭吃 老太太好心眼 再一个 人家通风报信 救了自己的闺女 诸相房闲着 你住吧 住这吧 找大夫瞧 两天了没瞧好 你要说这会儿走 带她回去 也不像话 人家这呢 也有自己的亲戚 远房的那个 表兄弟什么的 再一个 她这病歪歪的 办到出事怎么办 所以说为难 诶 张霜听了 不要紧的 这样吧 您的 走您的 我呢 带着乌梅啊 先回家 她这媳妇 小名叫乌梅 乌梅算梅 叫热明吧 大名叫越南 然后啊 我把双心留在这儿 让她看着王大脸 不就得了吗 行不行 双心 双心 行 没事 我带着钱呢 出来和人告诉我 说您这儿得出事 让我带钱 老太太说出什么事 没事 您走您的 简短接说 一家的人 归着东西 上了大车 回元吉 张双庆两口子 回家 诺大的宅园 就剩下张双喜 看着王大胆 吞开了 东相放 床上 躺着这位大胆 胆子真大 大老爷们尾巴的个儿 到这会儿眼波擦卸 光张着嘴 这手冰凉 双喜说 你这 哪说理去啊 这不是好木烟的吗 大胆 大胆 喊他 也听不见 自个儿搬个凳个 坐着跟前瞧他吧 我给你买这什么吃 是怎么着 这儿也不搭菜 到了现在 终点说 下午 五点来钟 这主呼吸急促 再瞧脑子上 这汗不是水的 是油的 您记住了 人死之前 那出汗 你看那脑门也是 也有这么见的汗 拿张纸一蘸 你看不是水 是油 汗如油 喘如牛 这就是要水 喘如牛 就是倒气 老话说 这是出气 没有进气 就是一通 你模糊 王大胆 死了 并防忽 双血不是特别害怕 一个是这孩子经的事多 再一个 有准备 何要说 戴前巨啊 我说了,啊,他死了,死了,可是死了,这是个事,嗯,这出来,看看左近的街坊,啊,找人问问,这王子儿,家里亲戚在哪儿,有一个人说,我还真知道,他那小哥,啊,跟我那兄弟在一块,我呀,让他们谁送个信,啊,这那是,人本家得在这儿,你们有本家不行啊,那得嘞,就派人去找去了,可去找去, 没回来,不知道是没找着啊,还是人不在,整个宅子里边,就剩这儿一死一祸,哎呀,荒死人一琢磨,花钱花哪儿呢,哦,我得给他买棺材,把死人成练起来,这不叫事,人家对我们家有恩,我得管他,去吧,出的门来,穿大街一个小巷,找一个棺材簿,啊,找一个棺材簿, 哦,推门一进来,一瞧,哎呀,这是谁说话啊,行,他打完了,没事,没事,没事,这个,一进来,一瞧,掌柜跟着做啊,这棺材簿不想别的买,啊,来了人家,来几口,死多人,啊,不买的便宜,没有,啊, 官大夫诱惑,哈哈哈哈,这个,来来来,您喝茶,啊,跟你聊家常,聊闲天,包括你坐过,你要走,他也是,哼,以后您要是有闲事,您给站过着,嗯,官大夫的闺女,有闲事,不定谁的事,您也站过着,这儿去,不能是,以后家里死人,尽管来啊,管够,啊,死多少都没事,不能这么说,所以这行来说呢,跟其他的买卖是有区别的, 往这儿一坐,给亲那杯茶,啊,不认识也瞎聊天,大少女家里挺好啊,忙不忙啊,念书了吗,娶媳妇,说闲本,等你张嘴,这儿坐下,一回头,一瞧在柜台下,拔脚着,做人老头,干瘦,干瘦,叫这脸要是没有骨头挡着,这皮能瘦的里面,啊,别太阳,做菜帮子, 硬钩鼻嘴,有那笔豆的眼睛,你昨天摸的里面,多寒沉,啊,跟这儿坐下,低着头,啊,张少女说那些什么,张柜的,我要一口棺材,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啊,哦,是,您要几只的,呦,这个我也不知道,没买过,大个儿,一米八,啊,行,你看这口行,拿手一只,啊,这口行不行,啊,行,您要说行就行,多少钱呢, 一千文,一千文钱,这话刚落,把脚坐着干老头抬头,两千文,双血烂门,不歪着呀,我跟掌柜说这多少钱,你倒不是钱,那儿就搭茬了,两千文,哪儿就翻这一辈去了, 拿眼睛看掌柜的,那意思,这怎么查,掌柜的,直说呀,没说话,啊,在这屋里边,可没有旁人,叫这仨人,掌柜的,张双血,说老头,啊, 啊,两千文,双血,听你那的,啊,晚上就,叫两千文,你们这儿都说了一千文,我就给一千文,张柜的,卖不卖啊,张柜你也不抬头,啊,行,行,行,我要,要一千文就够本,啊,行,您哪儿啊, 什么什么大街,哪糊涂,都说,行,您投走,待会儿打个火就给您送去,哎,谢谢,临走的时候,拿眼裂了这老头一眼,那意思,你干嘛吃的,你是,老头抬头瞧瞧他,哼,这儿一声冷笑,又把头低去了,回家吧,到家,按这会儿说吧,傍晚,六点来床,一会儿的工夫, 棺材托的火就来了,把棺材运进来,把门拆了,怎么能,要不进不来啊,门也拆了,两根,织上板凳,啊,调凳,上面架主棺材,开了盖儿,像这个入殓就是什么事吧,有口的棺材就算不来了,啊,此时给他换尸,干衣什么,啊,放到里边去,扑金盖银,又把这才盖给他扣好了,啊, 大伙领了钱倒了谢走了 整个大宅子就剩下张双熙一个人跟这看死事 双熙一琢磨这玩意我更不能走了 死事跟这再一个你说有个猫有个狗跟这 我得看着这 我给他挤个苹果 弄点香弄点辣弄点烧纸 不管怎么说了 也是生死一场 跟这家交情还不赖 我自己呢也买点吃 晚上呢好歹熬着 盼着到天亮 他们家来人这事就算成了 出去吧 旁边不玩就卖吃的 自己爱吃的东西买点酱肉 买点饼什么的 又买点香炉啊 香啊烧纸找个破盆 弄点点心点苹果上贡呗 回来之后东西摆好了辣点着了香点着了 弄一破铁盆扔在这烧纸 纸烧钱吧 这么个意思啊 在那挡着 吃饱了喝足了 天河就完全黑起来了 大宅子没人 空空荡荡 叫东乡房子他一个人 点凝小灯 守着这烧纸盆 诶 想起来了 怀里边还穿这本书呢 双十爱看书 尤其每次看书准闹买点 这书我这辈子看不完 套出来了 可不来鬼故事圆 看不完啊 跟这看出 看到二经天有点困 我不能吃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我不能吃 我跟这看着 一直等到 三经天 而听着桥楼上 鼓打三经 这儿瞧着书呢 突然间觉着 有很细微的声音 什么声音呢 就是有肢间挠东西 你知这孩多好玩啊 手指挠东西 挠东西 这挠得挠不着呢 纳闷 各位设身处地想一想 那个年头没有什么夜生活 天黑都睡觉 北京城整个就全黑了 这么大的大宅子 深宅大院 又没有别人 一轮手一棺材 点一小灯 哪有刚才烧纸 剩下的回忆 我生有 身后没有 也没有 哪生有 啊 怎么感觉是棺材里面的声音 就好像是 那织紧挠棺材 不害怕 没一个不害怕 把书卷起来 噎得回来 下次老门再看 要说这小子胆都够大 敢往前来 站在哪儿啊 站在棺材头里 这棺材架在凳子上 跟这一人多包差不多 这棺材都听不错 就是棺材里面有声音 就这样子的心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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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瞧 会出什么事 不知道 王老大无冤无仇 你真会死呢 咋是吗 哎呦喂 咋回事呢 就拿眼瞧这棺材 看这棺材 福尔西说 能看出点什么端倫来吗 这看着 咔 不在这儿啊 想一想 咔的一声 这棺材盖 起来了 起了多少呢 这起了这么一点儿 这边是 柴头 那边是柴尾 棺材的头 起来了 这棺材打开盖 咔 但就这么一点儿 双心啊 了不都没动 也动不了了 站在这儿去啥 我的天哪 这一起来就把眼闭上了 我的天 可是半天 没有任何的声音 妈妈妈妈妈 把眼睛睁开 正好对着这个缝 盖子起来 当中有这么大一块缝 顶巾桥 这棺材里边 有一双眼睛 看着他 哎 你琢磨当时这鸭 啊 这儿瞧着 别看不见脸 就眼睛跟棺材里边 啊 我俩对着看 里边瞧外边 瞧里边 啊 双双心 就够瞧的 今天够我瘦的 哎 动 不敢动 等着吗 啊 等了有这么 半个时辰 现在说一个钟头 啊 这人跟着战役中头 这棺材 卡 扣了 张双心 咕咚就坐地去了 心说我吃着亏了 他跟里边他有地椅子着呀 啊 你两边都能靠 倒着来啊 都可能蹲着柜着坐着是吧 我这是空身啊 哎呦 我的个天爷 啊 把凳子挪在门口 往这儿一坐 后心都湿了 以这门框 腿都转了 哎呦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天底下这些事 都让我赶着呢 嗯 哪段后一样 心说哎怎么地怎么地 啊 而且啊 眼瞅着天 逐渐的有点驴肚白 啊 一直等到 五金天 金鸡三昌 心里踏实 哎 说都没有鬼 有鬼也没事 为什么呢 人都说鬼啊 不能听鸡叫 天亮了 他就回去了 天亮是人的世界了 哎呀 躺在这儿 找一嘎嘎 咪一顿 咪一顿会儿吧 再一个睁眼 大中午了 啊 哎呦 行 瞧见太太 这儿起来 浑身有痠有疼 尤其这俩腿 啊 就跟踏山去似的 上门口买点东西吃 又问鸡肚大喝 找着了吗 你没搞好 反正 他们说 说昨天都还瞧见了 也不怎么着 那小子好喝酒 谁是喝多了 上哪去了 你一受累吧 再给看一天吧 我们让人找去 你们得快 你们得快 要不是你们哪位 帮我一块看着 哎 不不不不 庄大 我跟你说 这个玩意儿 我们都怕诈尸 啊 方小新说的是 昨天闹一回了 我跟您说大哥 诈尸并不可怕 怎么不可怕 他就是这个 撩起来 然后往外看 他新鲜 你不信你 你怎么知道 昨晚上有危惠 谁帮我 谁帮你啊 买吃的 买吃的回来 我不能走 你就回家找我哥哥去 我走了这儿 出点事儿也没法交代 而且这么大宅子 好些家具 东西能不能动 寸步难离 心说要亲命啊 要不然我躺棺子 你出去送过信去 第二天晚上 烧纸 一边烧纸 一边这儿说 哎呀我跟你说 我对你可不错啊 我这两天可没少给你弄钱 你知道吗 你好好的 你别吓唬我啊 我胆小啊 这说完了 吃吧喝足了 那看 给书套上去 看一片 看一片 看看棺材 都看一片 你还没闹啊 往常一拿起来 就差不多了 啊 而听得桥楼上 打罢了三斤 果不其然啊 卡 双婶心说不对了 昨天还闹呢 今天没闹 直接就开盖了 哦 可能昨儿啊 闹的时候 都闹完了 啊 这一回头 比昨天看着神神 怎么呢 昨天就开了这么点缝 今天这么大的缝 看着这人整个脸了 王大大 啊 感觉人死之后 这脸色不好看 啊 香灰色的 啊 但这两只眼 特别的有神 就好像 两个手间等着光是 而且 这就是一个劲儿的咬牙 嘎吱吱嘎吱咬牙 双婶今天是做的 啊 也认门看着 咋地咋地吧 我也没有别的折 啊 看着 今儿比昨天舒服 昨天 人家跟着坐着 啊 这脑子跟里面看着 啊 四斤半 打 棍子盖和尚 双串站起来 累了吧 啊 哈 哈 嘿 我就知道你坚持不到计较了 行了 你歇着我也歇着吧 啊 啊 到这儿一躺睡觉 睡着 睡了中午 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你别闹啊 别闹啊 我给你找他多个钱啊 都去 都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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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 也都跑了 啊 买吃的吧 买吃的吧 也没别的事了啊 啊 现在就去哪吃的了啊 买了 回来下午在那儿待着溜达 到晚上天黑着吃 吃完烧纸 上香 掏出书来 往这儿一坐 起来吧 起来吧 哎 哎我快看完了 而听得悄悄上 打了三经三点 咔嚓嚓 这棍子盖大起 昨天露一整脸 今天瞧见了 这死尸根里边能站起来的 站起来两手 拖着袋子 啊 瞧着张双喜 一动都不动 哈 双喜坐在这儿 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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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鬼咔嚓 把棍子盖子盖上了 啊 放下站起来 不认字 对吧 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了 对吗 啊 坐在这儿它是冷汗下来的 怎么呢 连这三天 一天比一天厉害 今天他已经完全的站起来了 明天会怎么样 啊 心里边不知道 先睡觉 他现在的作息 实际就是睡觉 睡觉然后中午起来 然后在门口都抖嘴 抖完嘴买吃都回来烧纸看书 等鬼 啊 白天睡醒了 又出来了 啊 站在门口买点吃的吧 不上班出去 就下来排队 鞋子过那边 有几家小饭馆啊 买馒头买给人的啊 过去买点酱肉 买点吃的 拿着东西 一拧身 身后站着一人 打高个儿 现在说这个头 就得有个一米八五左右 你老道 威风铃杀气腾风 小孩啊 你这脸色可不好啊 这一句话 就把张双十问住 画是拦路的虎 衣服是瘆人的毛 哎呦 道爷 您这话什么意思 孩子 还什么意思 三天了 今天第四天 我遇见我 你就死了